太上感应篇汇编 金箍续寡 敬老怀幼有经文 蜀汉张义 少与阳公友善 公足 宜姑未及数岁 亦迎公母逝之 为公子娶妇 买田宅与之 仍重其矣 后为益州太守 这一段说 蜀汉有一位张义 他年轻的时候 跟阳公非常的友好 阳公后来死了 留下几岁孤儿 张义就恭迎阳公母亲 还有孤儿来抚养 张义把孤儿养长大 为他娶媳妇 而且买田地房宅给他 这个张义心量非常广大 把阳公母亲 当成自己的母亲在孝敬 把阳公的儿子 当成自己的儿子在教养 当时的人 非常敬重他的道义 后来他担任 他担任一周的太守 这一段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们两个只是朋友关系 阳公死了 他把他的孤儿跟母亲迎接来奉养 如果是今天换成我们的话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为什么会做不到 能做得到的是菩萨 做不到的是凡夫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假如我们做不到 要找出原因 这跟我们修学有关 修行就在破这个执着 破这个自私自利 破这个我执 难道不是吗 破我执 就正四果阿罗汉 破法执 就成菩萨 再破一品根本无名 就成法身大事了 如果不破我执 还是在三界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学佛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佛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故事 我们必须要消归自信 什么叫消归自信 就是他跟我们信德有关 如果换成我们是张义 我们为什么会做不到 障碍是什么 我引用师父上人的开示 首先必须要知道 这个障碍来自执着 为什么会执着呢 因为自私自利 我们总是为自己啊 我们迷惑了 忘记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我们因为没有往生极乐 没有开悟 所以与生俱来的习气 我执 就会造成自私自利 我贪 我爱 我撑 我吃 所以往往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 我怎么样 无明自然就生出来了 我就跑出来 第一念的见闻觉知 到第二念就变成五蕴了 师父上人说 障碍来自于自私自利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来 你跟菩萨其实是没有两样 生活不二 那么 你跟菩萨学 你也可以学得很像 我们称发心菩萨 我们叫发菩提心 我们就是要学习做菩萨 所以自私自利 它是菩提道上的最大障碍 师父上人说 自私自利的念头 自私自利的行为 我们得到的利益太少 因为只要自私自利一起来 功德没有了 福报只剩下一点点 福德只有一点点 真正的是唯不足道 能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 你所得到的利益是无量无边 你所享受的环境 是华藏世界 是极乐世界 为什么贪恋 五浊恶事 而不肯舍弃呢 所以 只要执着 你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 只要自私自利 你就是五浊恶事的众生 只要放下自私自利 你就是极乐世界 你就是极乐世界 华藏世界的菩萨 就是这样而已 张义把杨公的儿子 当成自己的儿子在养 这是什么 这就是忠 他对他朋友很忠啊 他朋友已经往生了 可是他把他的孤儿当成自己的儿子 这是真正的忠 非常忠诚 非常真诚 所以 我们以前有研讨过 忠跟智诚心是相应的 跟真诚心是相应的 那智诚心跟真诚心就是菩提心 所以 他把杨公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 这是忠 把杨公的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在效养 这是孝 这已经不是说我只孝顺我自己的父母那个孝 当然 他这个是有缘词 我们最高的目标是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他把杨公的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在奉养 这就是孝 换句话说 张义把忠孝做到圆满极致了 尽善尽美 自然而然就是性德流露 那他当然得到大自在 所以诸佛菩萨得大自在 老法师说 佛在经论里面 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得太多太多 我们要细心体会 要认真努力 希望能获得一个自在的转变 这个自在转变就是说 你怎么样可以从凡夫的不自在 不能做主 变成到佛的可以做得了主 可以自在的这个境界 这个叫自在的转变 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得大自在 他什么自在呢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印 三十二印就是大自在 观世音菩萨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打个比方说 不是只有顺境才叫大自在 逆境那我就不自在了 不是哦 他顺境逆境都大自在 这才了不起啊 菩萨让我们尊敬 让我们敬佩 就在这一点呢